我上身的这条小黑裙 这条小黑裙是我在家买手电看着的 然后我当时看到手是那个老板娘正好穿的这件连衣裙嘛 然后我当时就被他惊艳到了 因为真的上身非常的好看 而且非常的显身材 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说 哎呀我穿这件穿什么内衣呢 可以看到我穿的就是正常的内衣 所以你只要穿正常的内衣就可以 因为它是不会这样子露出来的 所以没有关系 你可以穿正常的内衣 然后它上面这个绑带呢 是可以自己绑的 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节它的高度 非常方便 然后穿脱的话就是后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拉链 就是你用来穿脱就好了 然后整体的话 它是非常的有气质的一个款 然后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子的单穿 然后你可以到秋天可以万搭那种披肩 或者是在白富美点呢 你可以搭配那种皮草的感觉 然后非常的美 真的是上身非常好看的一件连衣裙 这身高165嘛 然后上身的长度大概是到小腿肚的上方 然后大家可以看自己的身高 然后想象一下 这条上身就是它上身是非常的显身材的一款 因为它在腰脊这边就有一个分割线 而且是就是很高腰的一个设计 看上去就是感觉腿很长的样子 然后虽然说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裙子我什么时候穿呢 其实都不用考虑那么多 你平时跟朋友出去逛街啊 约会啊 就是喝茶的时候啊 或者是稍微参加一些朋友的婚礼啊 聚会啊都可以穿 其实它不是说很正式的一个款 而且它上身的非常的舒服 那除了肩部这个蝴蝶结宝带的设计呢 我们可以看它背面是这样子一排拉链的设计 然后裙摆后摆的位置有这样子的太差 它的长度是非常优雅的一个长度 就是区别于那种短裙的感觉 然后会给人比较有气质的感觉 然后特别有那种coco小姐的风格 我身上这件懒人T恤 一直想给大家出一件 因为我自己其实比较宅 就是不上司的话 就喜欢窝在家里看电视剧啊什么的 那我一直想出一件 就是非常舒服的T恤给大家 让大家可以跟我一样 因为你必须要穿一件衣服吧 万一有什么外卖来了 或者是快递来了 你要出去一下什么的 就是这样子一件T恤就非常方便了 T恤面量是95的棉 加上5%的氨纹 加氨纹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它更有的弹性 所以上身非常的舒服 那我166上身的长度呢 是基本上已经到了脚踝的位置 那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旁边会有一个开场 其实开场还是让我们这样子的活动更方便 因为如果把它全包起来 你就是只能这样子走路了 就不能就是很自由的活动 因为在家里嘛 然后还加了一个口袋的设计 就方便大家去楼下买卖零食啊 或者是干嘛一样呢 出去逛超是什么的 那其实它会不会只是一件家具T呢 也不是 就我可以选择搭一件衬衫 就如果你像我这样子选择搭一件衬衫 然后可以把袖子这样子翻卷一下 到了天气凉一点 什么出去逛街 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用它来搭配这期 这个藏青色的棒球服 其实也是非常随意的一个搭配 这件白色的织带上衣啊 这件呢其实是非常 有气质 而且非常保守的一个款 就是它设计的特点就在于 它这个袖口的这个荷叶边 它是周秀的设计嘛 然后领口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像是领结的一个感觉 然后非常的 其实是有点偏学院风的感觉 然后它的面料呢是有种那种叫乱麻 然后就有点像麻料的感觉 上身非常的舒服 我是用它来搭配了这一条藏青色的这个短裤的 就是上身会有一种给人给种 一种套装的感觉 就自己把它配成一个套装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这个织带也是藏青嘛 裤子也是藏青 就这样子搭在一起也非常的好看 可以进去里面看一下 这个裤子的面料呢也是一种叫蜂窝麻的面料 可以看到它是有那种颗粒状的 那这个面料呢非常的挺阔 就是非常的有形 就是不容易皱起来的那种 然后作为秋冬的一个短裤的搭配 非常的完美 可以看到它藏青色 然后外缝了一个这个白线 就是很有设计感 包括它腰部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现在是用它来搭这件上衣 然后等到再两眼呢 可以用它来搭各种各样的毛衣 因为藏青色本来就是非常百搭的一个颜色 然后配上它这个白色的缝线 非常的有设计感 而且它的酷型就是非常完美的修饰了我们的腿型 看一下我是让这件藏青色的上衣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橙色的这种藏青色呢 是非常显气质的一个颜色 然后它的面料是用的是这种棉麻混纺的面料 然后上身非常的舒服 可以看到它袖口是这样子一个中袖的设计 然后有一个荷叶边 包括它下摆的位置也是这样 然后我搭配了一个这样子的藏青色的短裤 当然如果说天气凉的时候呢 你们也可以选择搭配那种牛仔的长裤 或者是阔腿裤都可以 非常的方便 然后它整体上身呢 是那种就是完全不限制身材的嘛 比较宽松的一个款 完全非常的显气质 那这件明星同款的毛衣 不知道有没有妹子看到过 但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款式 然后它材质呢是百分之百麻海毛的 但是完全不扎 因为我穿毛衣其实还比较挑的 因为我如果穿那种比较扎的毛衣 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那这款毛衣呢是完全不扎的 而且大家收到以后 看到它其实袖口这边 都有这样子一个破洞的设计 包括它的下摆也是这样子 都有这种破洞的设计 那你们收到以后不要以为 好像是坏掉了什么的 那没有 它就是这样子一个设计的感觉 包括这边也是这样 然后非常的宽松的 就是穿上去给人一种非常慵爱的感觉 然后我现在是搭配这样子一个短裤嘛 你也可以选择到后面 就是天气浪的时候 可以搭配那种牛仔长裤穿 我建议可以搭配短裤 因为像这样子的毛衣啊 本身就是非常的柔软舒服的那种 然后你搭配短裤啊 上身因为它比较宽松嘛 然后你就可以非常的感觉 你人很小一只然后很瘦 然后腿非常的长 然后上身很好看的一个款 因为它这样子一个壮色的设计是显得我们的人的气色非常的好 可以看到我现在搭配的就是这个黑色的皮裙 然后也是那种 因为它这个是裙裤的设计嘛 我先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面是这样子一个裙裤的设计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什么安全的问题 然后全黑的这样子的搭配非常的酷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皮裙 它材质呢是百分百PU的 但是它摸起来非常的舒服 而且皮质非常的好 然后里面的内衬呢也是有弹性的 就是呃是这种裙裤的设计 然后也就是非常的安全 不用考虑到穿安全裤啊什么 然后一共上两个颜色 一个是我身上这个是黑色的 黑色的呢你可以去配一些深色系的衣服 而且黑色也是比较万能百搭 就是呃经典的一个颜色 那米色呢其实就很少有地方可以买到 因为我是考虑到今年会出一些 比较偏马卡龙色系的毛衣啊给大家 因为呃不光我们就秋冬天 也不光要穿深色系嘛 有时候也要就是穿一些比较淡色系的 或者是那种烟灰色啊 或者是呃灰粉色啊那种感觉的 你就可以配这样子一个米色的皮裙 现在呢一共给大家带了两条阔腿 一条就是这种这个灰色的这个阔腿裤 然后它的材质呢是这种高抬马的材质 非常的有质感 而且灰色呢是非常有气质的一个颜色 它比较就是不同的地方 在于它也是这样一个侧面的开衩 也是非常的有设计感 但是你现在可以用它来搭T恤 也可以用它来搭那种啊 针织衫非常的好看 而且阔腿裤的特点就在于显腿系 后面是这样子一个松紧的设计 就是这样子的话穿脱非常的方便 然后后面也有这样子一个小标的logo 其实算是一个偏休闲类的正式款的阔腿裤 然后非常的有设计感 而且它前面有这样子一个口袋的设计 然后我们穿啊就是日常生活也非常的方便 那另一条这个裤腿裤呢 原版是Sneddol的 差不多也要一千来块钱吧 然后当时我看到之后 它也是它是配了那种小背心 然后我配的是这种短的T恤 然后到了秋冬季 配针织衫也可以 因为其实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长裙 然后它细节就是在于腰部的 这样子一个小开衩的设计 非常的显腰细 而且整体是有松紧的 所以穿着还比较的舒服 然后其实它是一条裤子 是一条非常大的裤子 而且从这里可以看到 它是下面就是这种半透明感觉的设计 有点那种小小的 小小的性感在里面 然后像这样子的扩腿裤出门 我们就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像是那种长裙的感觉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尝试过这种风格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 非常的喜欢 因为今年都流行这种 就是这样子的袖口嘛 就非常大的蝙蝠袖 然后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 袖口上硬字母的那个设计嘛 然后这款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是 而且它还多了这样子一个红白屏色 包括它背后也是这样子 就是整体是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T恤 然后你可以用它来搭短裤 牛仔长裤都非常合适 而且非常宽松的一个款 然后我觉得上身是非常的显 显皮肤白的 而且你可以搭配那种颈面啊什么的 就是有一种那种很酷酷的感觉 这款T恤就是还蛮特别的 外面很少见到那种 这种同款的T恤 而且字母的印花 胶印也非常 这种感觉是很酷的 这种感觉是很酷的